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UP主的频道 很开心的是呢,B站他终于开放了4K的投稿 这个功能我期待了很久了 虽然说迟到了很多年,但是总算是来了 当然了,4K投稿呢早些时候呢 已经在B站开始内测了 有些UP主呢已经拿到了资格 当然了,这个名额还是比较少的 之前我有问过谷歌还有卷模 他们也没有拿到内测的资格 我也没有拿到 不过呢,今天我就意外的发现 我给投稿4K了还是挺开心的 那么呢,你们左边的这一台呢 是2K的显示器,右边的这是4K的 UP主已经用4K已经很多年了 都是以4K的分辨率 看电影都是看4K的片源 已经习惯了这种4K的画质 那么呢,再回来看1080P 会觉得很粗糙,克力感很严重 现在4K的资源呢 不会像前几年刚出来的时候 那么匮乏了啊 现在已经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流行了 在此之前呢 UP主在Youtube投稿4K的视频 在B站投稿1080P的视频 都得分开压制两份文件 那么呢,以后就不用这样了 那么呢,以后我直接压制一份4K的视频 两端同步投稿 好的,以下的时间呢 那UP主会放一些4K的资源给大家欣赏一下 大家也不要忘了点击屏幕右下角 选择画质,4K的画质哦 你可以看到这里是分辨率 3840×2160 这就是4K分辨率了 27寸的,150%的缩放比例 那么呢,左边的显示器呢 就是竖屏的 2K竖屏 右边就是4K横屏 接下来这个是资源管理器 有没有感觉屏幕很大 好,接下来的是网页啊 百分百缩放的网页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百分百缩放 接下来的是4K的电影片源啊 41GB X265编码 好的,接下来就是一些游戏的实况呢 嗯,我接下来就是一种有的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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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很快 准备不太重 我会发生了 我会发生了 啊 我会发生了 我发生了 我发生了 你发生了 我发生了 他发生了 比赖 我看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开订阅哦 也不要忘了关注阿部组的Facebook 粉丝攻击还有推特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